各位學員 恭喜你們在我們一二月的珍世之中 在非常多就是五百多人的競爭當中 脫穎而出 成為我們110年第一梯式的學員 再只先恭喜大家 今天是大家的報導日 也是我們開訓的第一天 今天有非常多的長官到現場 就是為我們祝福 也是見證各位的成長 四個月之後他們還是要再來驗收的 那首先我就為各位介紹一下 今天來見證大家的貴賓 那首先是我們老公局的副局長 陳時薇副局長 大家好 我們訓練就業中心的大家長楊主任 大家好 還有我們訓練就業中心的吳宇文秘書 我們副主任 郭肯查副主任 接下來還有我們的夥伴 博訓中心的許坤霸 許主任 大家好 那大家都非常關心 就是我們同學接下來四個月的訓練成果發展 那就等四個月之後驗收的結果囉 那現在我們先邀請副局長為我們致詞 勉勵一下同學 好我們今天的算是我們記憶中心的大家長 我們的楊主任 那我們國戶主任 那我們烏秘書 還有我們國訓中心的我們的昆花主任 那還有今天要分享了我們成城 我們的創業者 還有我們今天把所有議會的貴賓還有記者 還有我們今天所有學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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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佳的告解 你們第一天準備要上課 這個生活作息還沒有調整過來嗎 先給自己一個鼓勵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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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恭喜各位 有這樣的機會 在眾多的競爭者裡面 投影的出 其實要來我們這裡 唱這個歌 很簡單 要過好幾關 包含比試 比試一定要先進入我們的門檻 下來 就是我們十二老師要做面試 所以各位都是 我們裡面 眾多的這個學院裡面 挑選出來 最優秀的 所以 首先恭喜各位 有這樣的機會 那來參與這樣的訓練 過去我們的經驗 很多人有時候 考的第一次還考不進來 考第二次還不見得考不進來 第三次他來找我們 來跟我們講 到底他的問題不對 我們才知道他的問題所在 重新做調整 考的第三次還進來 那我想 今天的我160位學員 可能人家第二次第三次 但是我想 你的堅持 最後一定會成功 我想 希望各位 珍惜這樣的一個訓練的這個機會 恭喜 政府的資源非常有限 那我們要照顧的也非常多 那各位 我相信 來考這樣的一個職業訓練班 心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那希望各位 從今天踏出第一步開始 才真正磨練的開始 這四個月 非常的辛苦 讓各位先有心理準備 那老師的要求也非常嚴格 我希望各位 先從心態開始調整 把你以前當學生的 這個角色拿出來 但是要重新歸零去學習 因為這邊跟學校不太一樣 我們這邊的訓練 跟學校不太一樣 各位也也許很多人 大學畢業 或是高職畢業 都剛從學校 往那踏出來 還沒有進入職場 但是 我們這邊的訓練 七星是在做實作 三星講理論 不會太多的理論 讓你 比他肚子 反而你沒有時間 去做實作 這個部分是 各位在時間上 一定要去做掌握 那我想信念就業中心 在這邊 成立 從99年 100年開始 現在已經邁入第10年了 時間過了很快 那這10年 我們的課程 不斷的調整 師資 也不斷的精進 設備 也不斷的改良 我相信這10年的轉變 我們這些所有的第一線的功能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這10年以來 我們的改變也非常大 當然 最重要 要找你們 每一期訓練出去的學員 目前在我們的業界 都有口碑 甚至 來阿比亞進行 就很多人來搶 我們這樣的訓練出去的學生 所以希望各位 一本初衷 從你 你閉著眼睛去想一下 你為什麼在這邊 你想從這邊 學到什麼 重新出發 你想做什麼 稍微去想一下 用這樣的初心 重新開始來學習 跟著我們老師的腳步 我相信你來這邊 四個月以後 你會完全不一樣 希望 對你們自己要有信心 當然 對我們的所有訓練的老師 也充滿信心 希望這四個月 讓各位 可以滿載而歸 當然是中間最重要的 如果有任何學習上的困難 或是在你的學職過程中 有遭遇到 需要我們訓練救援中心來幫忙 那隨時跟我們提出來 我們有我們的訓練師 那當然 這也有我們的行政連點 來可以幫忙各位 所以我對各位充滿期待 也希望我們四個月以後 都可以看到各位的轉變 那我想今天非常高興 代表我們拿公主來這邊 跟各位典弟 也期待我們四個月再見的時候 各位都已經是充滿了信心 那做到好工作 重新再出發 祝各位圓滿成功 也祝我們今天的這個開心典禮 大家都非常愉快 謝謝 剛剛副局長這邊叮嚀的說 四個月之後來驗授大家改變 我們這邊就要先為大家 留下一張起點的照片 那我們現在請各位一樣 都還是留在座位上 那現在我們先看我們中間的鏡頭 幫忙比個讚好不好 加油 我是錄影喔 好 接下來這四個月的學習密程之中 給自己讚許之外 也要記得保持愉快的心情 給我一個業吧 那最後我們來到這邊 除了就是對自己的信心以外 我們也要就是培養公益活動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這個 我們也要努力的往這個前進 來比一個低一個給自己典禮 兩個都有 他同樣也是一樣 坐在這邊的大理堂裡面 跟我們的同學現在的狀態一樣 都是剛抱到很忐忑的心聲 但是經過四個月的訓練之後 他很快就找到了 他在美容產業這條上 自己的定位 那也有了創業的經驗 那他的經驗一定有非常寶貴 值得大家他就是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們邀請美容產業造型班的學姐 來到現場和大家分享他的工作心得 那現在讓我們歡迎美容產業造型班的學姐 晨晨 尊敬的長官和親愛的同學們早安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來自雲米之鄉百湖知識的湖北 很榮幸在這裡 與各位同學或未來的店家老闆 來分享我的開店過程 以及在直訊這四個月 所學到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在沒來台灣之前呢 我曾經也在內地學過一點點美容 但後來來台 因為結婚生小孩帶小孩也荒廢了 但我的內心一直想 從拾這個健康且陽光的行業 因為從遠古時代 人們就開始懂得美容 懂得利用一些純天然的東西 來美化自己 從幾百年之間的慢慢 興起又跌落 直到今天美容行業的繁榮 也堅定了我以後 要在這個行業發展的決心 從我開始留意這方面的資訊 也請朋友幫我留意 直到108年的某一天 我的一個朋友向我介紹了幾間 資訊機構 經過類真的篩選與需求的比較 我覺得高雄市在就業服務中心 所開設的內容非常豐富且多元化 我當時就很心動 決定報名 但簡章上 只有20個人 為了能夠蓄力的進去 我每天都利用自己的寧心 稅費的時間進行學習 經過筆試面試 緊張又漫長的等待 終於等到了錄取通知書 心中的激動 真的無法用言語來表達 且讓我們免費就可以 學到了一門耐以生存的技能 學習期間還順利拿到了補貼 全班95%的同學 也在這個行業不同的領域中發展 大家也在結訊前 拿到了秉極證照 在直訊期間 彩妝應該是我墜落 最美自信與把握的一門 但也在雅君老師專心專業的輔導 與鼓勵下 慢慢的突破重重難關 知道什麼樣的膚色配什麼樣的髮型 知道什麼樣的膚色配哪種色系的粉底 什麼樣的臉型 什麼樣的妝容 才能夠做到揚長避短 老師也根據每位同學的吸收程度與進度 在單獨的進行指導指點及指證 我也從一個曾經都不懂什麼都不懂的小白 到今天能夠為客人畫出完整滿意的妝容 這些成就離不開老師的無私付出以支支教導 直訊局為了讓我們學完後 能夠快速的與外界接軌 也在直訊期間專門聘請了外界的老師 來教一些業界的理論及手法 為了讓同學們找到自己的專長 也開設了美甲、美睫、彩妝與美容相關的科目 為了讓我們更符合一個美業人的專業形象 也給我們上了美姿、美姨、風度的培養和順念 站姿、坐姿、走姿、言談舉止一些關於美業人注意的事項 為了提高我們能夠在社會上的生存能力和價值 也在寧靜畢業再與每個同學進行交談 傾聽我們的心聲 找出每個學員畢業後的規劃 再根據每個人的發展路線 分配到不同的店家進行實習 實習期間老師也是親民每間店 去關心每個學員的實習狀況 真的讓我們非常感動 通過四個月緊張又愉快的學習 也迎來了畢業 我也在老師與家人的支持下 開了一間小小的工作室 現在的我 現在我的工作生活既開心又充實 可以照顧家庭 另一方面也有了穩定的收入 短短的幾分鐘 不足以泰國我對於指訊局 對於老師的感激 因為我們以後能夠在這個行業大放光彩 才不辜負老師對我們的期望 這四個月也將會是 我一生中最美最軟的回憶 來 這些是我們上課的一些資訊 這個是入學生活的誰拍 來 這個是彩妝的示範 這個是編書造型的設計 這個是護膚課程 美睫食物 然後新娘秘書的培訓課程 校外參觀 這個飾品的創作 這個是美姿美怡的課程 這些是 職訊志工修媒達人 這個是在衛武營 這個校外實習 這個虛擬進入職場 那個 後面的這一張造型是 我的一位顧客 然後我們所學到的知識 基本上他的彩妝 包括他的頭飾的髮型 全部都是我在資訊局所學到的 也運輸到了我的工作當中 好 謝謝 分享那楊主任這邊 有紀念品要帶給我們 學姐 來 你先看鏡頭 1 2 3 好 這邊也有喔 這邊 謝謝 謝謝 浩米班的同學 都一致認為說 洆湞是浩米班 就是對班上所有學員 最好的同學 那在畢業之後 他也把這個 親和利益的部分 帶到他的職場上 那其實大家 可以從晨晨學姐的故事裡面 分享一點出來 他本來是來自中國 然後因為婚姻的關係 然後又進到就是 有一段時間 可能沒有在職場裡面 那通過我們的訓練之後 又重返職場 那這些經歷和遭遇 可能在座有一些學員 也是你們現在 剛好在考慮的一些方式 大家或許也都在想說 經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在家庭 可能在學校的磨練 如今要再回到職場上去奮鬥 不知道到底自己 可不可以順利的進行 那晨晨學姐 是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那他今天就是 擁有自己的就是事業 那用自己愉快的方式 在進行生活 我們衷心的希望 就是這樣的願景 也可以就是 帶給我們所有的學員 讓大家在結訓之後 然後同樣都可以分享到這一片天空 那我們今天在開訓的部分 典禮致辭的嘉賓的部分 就先 老師 講一下那個 陳辰這部分 您的 他在這邊學習的情況 陳辰同學在這邊 他的學習態度非常的好 而且當初他進來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還要經過筆試面試 然後他也好不容易得到這個 訓就的機會 那訓練的機會之後 他其實很投入在課程裡面 然後基本上的話 其實都是全勤的 然後在課程當中的話 也是都是會幫忙老師做一些 就是輔導同學的一些工作 那其實他本身有一點點基礎 那因為沒有國家秉級的證照 所以來這邊也取得了 我們的所謂的國家證照 那在這一路的努力當中 他老師也看到他 就是在美容產業的這一份熱情 這一份堅持 所以在訓練就業的這個課程 完完畢之後 可能他又思考他的方向 然後再跟我討論 那覺得說 其實創業對他來講 其實是最符合所謂時間的管理 還有他對於家庭的一個付出 那在顧客的課程當中 他也是維持得非常好 所以他都有固定的顧客 每一個禮拜都會固定找他做一個 就是一些保養的工作 做一些保養的課程 然後在家庭的收入方面 也幫助家庭不少 那在訓就的這個區塊 其實就達到了我們的目的了 對於這個訓練就業 除了就業之外 我們的創業 也是在我們的訓練裡面 他有哪些特別的記憶 老師可以這樣想 特別記憶的話 其實在於手機的這個部分 其實他表現得非常不錯 在護膚手機還有身體的這一方面 分數都很高 所以他當初結訓 也是獲得我們的治癒成績第三名 好